因為重點是幾粒字,但不要小看這幾粒字 很多時候我們考試就是因為這幾粒字被殺了你十分 all, some, every, a, n, s, any 第一類動詞,所有的學生都是懶的,眾數跟眾數,所有學生都是懶 第二個說法,就是每一個都是懶的,every,跟單數,這兩個意思是一樣的 所有學生都是懶,每一個學生都是懶,那就是每一個是勤力的 沒有,要跟眾數,眾數就跟眾數 同一個意思,all說完了,every說完了,students,眾數說完了,s說完了,any any,any什麼時候用 問他什麼時候用 或者 或者 否定句的時候用 強調一個都沒有 any又說完了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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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are lazy 就是some students are hard work some 名詞分兩句,數到重數,但是some 可以跟數不到名詞 和單數處理,跟單數動詞 所以不要讓some 擾亂到你 some又說完了,那又回到an了,那講過,名詞分兩類,數到數不到,數不到沒有s,沒有an and an擺到明就是第一類的名詞,數到專用 這叫貫詞 an 貫詞 什麼時候用 就是一個數到名詞 的單數 單數 單數 問題又來了 那為什麼honest 要an 因為響不響音不是看寸法,而是讀法 an an 是響音 那是用什麼呢 有些什麼是看上去像 響音 事實上不是響音 university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通常讀得u 音的 the united states 都不是響音來的 通常u 比得利的都未必響音 你去check 一個音 是不是響音要讀出來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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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響音 you 不是響音 那an 說完 原來很簡單 我再說一次 你要明白這裡 是有些什麼 他在玩什麼 意思一樣 但考你單中數 any 是問問句用的 和否定句用的 sum 可以跟數到 可以跟數不到 這個動詞 不是看他 而是看詞 這個名詞 an 不要漏 因為大部分名詞是可數 只要你沒有s 就即是你漏了an 這一組是我的 再一組是你自己 以後有every all 都不要再錯了 另外 如果every 在日期中出現 everyday 那些 前面是不會再有proposition I go to school I go to school everyday 而不是I go to school 例如很多時候你會這樣寫 I go to school on every monday 前面有沒有多了一個proposition 第二 就是你用last的時候 前面有沒有多了一個proposition 用every的時候 前面不會再有proposition 這裏都做了 不要看少 1 2 3 4 5 6 7個字 這7個字屬於多少分呢 20分 這一組是我的 左一組是你自己 加油